《符笨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國事同學會 我是主持阿昌 楊繼昌 今天有Victor和我們一起主持今集的節目 今集要跟大家宣佈 國事同學的節目到現在為止 都做了超過30集 接近一年的時間 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們做了這麼久 都要想想一些轉型的問題 提高節目的質素 亦都承認自己一個機會 就打算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歸期還未定 可能很快就回來 休息一下之後回來 就可能可以好像賴昌星一樣 即是 一會有十二年 加拿大 但遣返突然間入了遣返回來了 就收回來了 這就是我們跟大家公佈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知道有很多國事同學會 國事的老鬼 即前輩 真的有看我們的節目 也很感謝大家 我們希望 可以提高我們節目的質素 如果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就比起現在 只要翠翠翠的形式 希望可以更進一步 多一些不同的話題 或者多一些不同的形式 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最初那時候說過 有一些 勾到的事情 即是真的 出去 回到大陸 例如回到深圳也好 或者去更遠的地方 拍一些東西回來 做一些活動給大家看 暫時都是因為資源上 或者技術上 未必做得到 希望我們回去 再研究一下 令一個更多元化 或者更加深入的節目 繼續做國事同學會 和大家分享國事的話題 其實這星期也有很多事情說 例如剛才提到賴昌星 是的 因為我以前在加拿大住過 所以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賴昌星走路了沒有 剛剛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已經超過十年前 是的 所以我們去到的時候 都猜到有時間去搞 因為你知道加拿大 第一 加拿大 政府的事情是很慢的 是的 所以 他們進行程序 一定是搞很久的 第二 加拿大當然是很講人權的地方 即是在我們 就算我們這一班 或者我自己來說 個人這麼主張人權的價值 或者比較政治的傾向 很自由的人 都覺得有點過分 例如在加拿大 例如我住在溫哥華 溫哥華 一條法例 華人社區經常救病的 就是他們在說 他們在說 道友的權益 是的 即是那些吸毒的 或者戒毒的人士 就因為怕 他們 政府怕他們 因為共用針筒 傳染外資病 結果市議會通過了 撥了一筆錢 建立了類似宿舍的地方 提供了針動的打賊 是的 我覺得 好像過分 好像過分一些 所以在一個這麼廣告 人權這麼前進的地方的時候 賴昌星拋出來 帶一條道理 說回中國 被人搞 會怎樣怎樣 應該都會搞很久 但是我現在又 因為今天這幾天 聽回一些新聞 消息 其實又多了一重 陰謀論的意義 就是說 賴昌星其實 他的問題 就好像陳教林所說 不是大根大我去做的事 他做走私 走私之餘 其實某程度上 他還對福建省很有貢獻 因為他靠走私 給大家一塊錢 不單止是他自己 總之整個廈門 都能夠發展起來 昨天看新聞 他的走私總額 是有幾百億人民幣 這麼厲害 在當年已經有九十年代 中期已經有幾百億的走私額 你最難賺就是 賺第一桶金 所以他就是幫 自己甚至整個廈門市 甚至整個福建省 賺了第一桶金回來 所以現在就可以 不單止是他一個 但整個城市都能夠大欠回來 其實他不是 說走白粉 殺人放火 黑社會 他純粹是走私 走私 尤其是還需要幫 很多官方去做 因為當年 剛剛 八八年 台灣的戒嚴令取消了 但未有正式的一些法例 去分析兩岸的關係 所以其實地下已經三通了 在他們的走私範圍裡面 已經三通了 所以其實他幫官方做事 那你幫官方做事 那些官來到廈門 他就招呼他 就建了一個紅樓 所以其實那個紅樓 其實對我們現在的標準 都不是太過豪華 只不過是 至於現在的政府辦公 一個街道辦的辦公樓 已經非常之厲害 等於香港政府總部這麼大 那些什麼縣 整個縣 有幾千人的那些 然後有整個廣場 相對上來說 其實賴昌聲 一來都不是大奸大惡的人 二來就說 透過他本身 因為他幫官 共產黨去地方 去做一個走私活動的時候 牽扯出那個官場 就有很多的人脈的關係 令到那些人脈 今時今日那些人 是畏高權重的 例如有傳過 就是賈慶林 甚至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都在福建 即是做了17年的官 所以如果現在剛好 剛薩文復活了之後 這個形勢 去到十八大 我們經常說權力鬥爭的事情 那麽昌聲回到北京的時候 會不會胡溫又叫他 對下哪一個 對下那個 令到下一屆18大的權力 的交接又成為新的變數 這個就是吃得吃花生的地方 這跟老蕭收購孤單一樣 很值得吃花生 其實另一方面就是 今天這個星期另外 推出了一個所謂 諮詢兩個月的看保機制的科案 這個科案 我拿了諮詢文件帶來 你能否拿出來給大家 先插著兩句 其實這個諮詢科案 我看完諮詢科案 如果大家未看的話 我可以有這樣的比喻 諮詢科案就是 他提供了四個方案 這四個方案 大概可以用這樣來比喻 第一個方案就是 你用筷子來食屎 第二個方案就是用叉來食屎 第三個方案就是用匙羹來食屎 但是你怎樣也要吃屎 對 他逐間沒有一個方案 告訴你可不可以不吃屎 是沒有的 你只要提供一些新的方案 告訴你你怎樣吃屎 我沒有深入看過這個諮詢文件 但是我記得沈旭暉 寫了這篇文章 是提點過這個 政府究竟是怎樣去 為這個替補方案自圓其說 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 當一個補選 是一個比例代表制的情況之下 發生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都會 理論上是比例代表制 但實際上是變成單值單票制 這會改變了 選舉結果很久可能會改變了 原本的政黨議席分配比例 所以就扭曲了人民的民意 沈旭暉是為政府出謀獻冊 看這個道理出來 政府真的融化了 你見到政府原本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過 一些學理上能說得通的道理 去說這個系譜機制 完全是一倒失公投 你見到情況就是這樣 這本是剛剛拿回來的 《新鮮滾熱辣》 是這個系譜機制的方案 只是他講完一隻垃圾 其實他後面也做了很多 關於其他外國的案例 我看見他有很多 但我看見他引用了很多國家 其實我覺得全部不關閉 其他國家來說 其實忽略了一個問題 其他國家都是用比例代表制的方法 那他怎樣去逮捕 問題是說 究竟一個議會需要不需要補選 其實我看回議會的人數 這個才是關鍵 為何香港一直沿用這個制度 是要補選 或者一個這樣的形式的選舉制度 原因是香港的人口比例 去到議會本身 議會只有60席 就算現在加了10席 只有70席 所以每一個議席的代表的人數 其實是很關鍵的 但如果你去到外國的時候 議會去到百多二百有 三百多有的時候 你當然不會每次補選 當然是浪費公帑 還有你少一個議員 不代表他運作不到 但例如你基本法有規定 你本身立法會來說 有些法案要三分之二 就通過的時候 所以一二三個人 可能已經構成了 即改變了投票結果 可能已經改變了 是的 所以根本就不關鍵 那一件事 你說他們都用比例代表制產生 你說比例代表制是火滾 即大家如果 新一代的 可能留意時事的朋友 未必知道 當年 九一年第一出 九一年就開始直選 然後九五年又再行平安方案 新九組 除了集中新九組之外 其實當年的地區直選 分區是多很多的 有九龍西、九龍中、九龍東 因為當年是單議席單票制 曾經有區選過幾次 有些是單票但多議席 即是你哪一個拿到最多票 那一兩個議員就當選 但好像又試過一次是單議席單票制 但我不太記得很清楚 九五年那一次 很明顯一定是九五年那一次 就是單議席單票制 最記得那時候 司徒華大江東去 大江東去之前 即是那一年 1995年 他堪贏了杜葉錫欣 是的 即是說 因為他市政局 就追擊杜葉錫欣 立法局再跟他同一區選 就徹底終結了杜葉錫欣的政治生涯 怎知道原來他開出來 他就是共產黨 但不是共產黨的那本書 無論如何 我待會再說 這個可以一陣子再討論一下 但是那時候 但為什麼會改這個選舉制度 原因就是大家深知都明白 就是怕文杰倫選不到 對 如果在優勝選區 一個小選區 過半數 或者不用過半數 英文叫做第一次選票 誰過了終點 勝者就全拿了 如果這樣選 那時候民建聯會選輸了 所以就有一個比例代表制出現 就是要保障少數政黨的權益 其實這個比例代表制是精神在香港 需要不需要用 也成問題 你說 你香港明顯兩派 現在譚耀宗自己都用回 通常坊間稱呼他們的 所謂比較公表的稱呼 就是建制派 其實這件事是 他連他自己都稱呼自己是建制派 這件事其實是沒有一個正式的稱呼 好像新聞報道的時候說 在旺角手出大量的四級光碟 但四級其實不是一個正式官方的定義 只有三級而已 所以跟現在譚耀宗稱呼自己 做四仔是一樣的 還有你一個比例代表制的話 在香港的情況就會變成 整個立法會變成一盤散渣 因為功能組別代表你已經非常窄 再加上如果你地方直選那裏 都用比例代表制的話 你變成立法會的組成是非常之 光譜非常之闊 變成你政府要整合利益 或者他要推行 即他要 即所謂撲票的時候 是非常之困難的 誰知道 導致你的施政方面 可能都會有阻礙 所以但為何當年要搞一件事 很明顯是因為政治原因 民主黨當時有十六席還是十九席 十七席 即是十幾席 即是接近二十席的時候 那麼大的民主黨 就說是要打散你 所以又保障民建聯當選 但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比例代表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保障了社民聯當選 下一次是否能保障人民力量當選 這個就另一個問題 但其實整件事到現在 仍然在設計 要被民建聯當選 原因是 就是最新通過的所謂的政改方案的時候 你說的所謂的超級區議員 是 超級區議員就是要 全港一個選區 全港就是大家選 一條 即選五個超級區議員出來 就用比例代表制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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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總之 你不保選 你說什麼都可以 我現在在想 所以最初 我都想著 逐一逐點去少 你說話 幾乳無倫赤 我想也算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我寫了一份 那份 諮詢文件的回應 他也要照燈出來 是的 我便說 如果既然那個錢 是說你沒有補選 你怎麼選都可以 不如我們 找一些新的方案 提供給他 例如 當有人辭職的時候 剩下下來 所有當年選不到的人 就出來報名 就出來唱紅歌 哈哈 即是 如果 或者 我當年玩掌患人 叫曾志偉 誰猜到那首唱紅歌 誰走紅歌的話 就可以出來 搶咪 誰猜得最多的話 就可以拿到這個議席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 例如 找拉麵跳繩 諸如此類 想這些方法 寫給他 總之 他也要照燈出來 這個補選 變成PDF 所以 整件事就是這件事 你問我 首先我能夠觀察到的問題 就是 第一就是 這個政府 不能夠救 是的 當年 2003年 即是七一遊行之後 董建華 都要過了十多二十日 好像七月十七日 才在記者招待會 之前一直說早晨 是 直到田北上半變也好 他也沒有正式回應過一次 針對七一遊行去講他的感受 到七月十七日 他才開記者招待會 雖然他也沒有道歉 但他就這樣說 那時候就說 七一遊行 即時提醒了我 如果政府要推行一個政策 無論是多麼理所當然也好 都不可以用一個 自以為是的態度 要香港市民接受 當年我們經常罵董建華 但現在回想 他這番說話 都叫做此番人話 是的 你對著上個星期 曾蔭權 那個 大問大會 到今時今日 林瑞倫走出來 再說回 他這個諮詢提報機師 他的態度 又回來了 那些 我那天 答問大會 其實我覺得這個林瑞倫 基本上他已經滑了出去 他已經完全不理自己的良心 良知 他已經完全可以埋沒了 基本上 我沒見過一個人 簡單說邪惡到這個地步 你以前打遊戲 或者看交通片也好 正邪很清楚 但意識世界怎會是這樣的 你分得清楚哪個小時哪個間 但是今時今日 至少一個人 林瑞倫 喂 真的可以奸到這個地步 可以在 他最重要的是 他會把這個 辭職 擾亂議會的秩序 和塞馬路 拉在一起 我不知道 我想他自己想出來的 這個說法 其實林瑞倫 是那種 真的自己覺得 自己是變才無礙 說話很厲害 所以出來跟你辯論 抽過那些人 覺得自己很聰明 我接觸他 尤其是近距離接觸我幾次 去公廷會 或者是立法會的 事務委員會的諮詢會議 看見他 哇 這個人 真的覺得自己很聰明 所以 在這件事上 我想 無論曾任權或他 第一 就覺得奉旨做事 完全不需要你民意 而且他也 沽舊票 所以是罵他的 結制派議員 他自己也罵了一份 然後林瑞倫 很明顯 又不會射你 然後又少回林大輝 林大輝罵他 你說罵劇 你自己也罵劇 是不是 林大輝也是罵劇 因為你最後一吹雞 你也是要跪下 是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政府的想法 我覺得就錯判了我的形勢 因為 其實現在民怨 人們有眼看 你當香港人是白癡 你比負資產更慘 你侮辱別人的智慧 例如我去看達文大會 上星期五的時候 我坐在茶餐廳 深水波茶餐廳 那些師父 阿叔 很明顯 他們不會 懶得過海遊行的人 是 但是只要電視機 他也罵了 是 是 什麼民意 很快轉變 做官這麼久都不知道 那些人就說 喂 我幾十萬請你做官 就是來做這件事 你也這麼容易 是不是 那些人 民怨 我覺得更多過七一之前 因為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 你搞了那麼久 董建華也要低聲下氣 跟你說一番話 好像剛才那番話 但是你曾蔭權林瑞琳也沒有 是 照到這樣的面子出來 去對著香港人 香港人這件事是生氣得很厲害 我覺得 大體來說是不分左中右 都是覺得 至少林瑞琳也值得抓去打吧 所以你問我 我會覺得 其實 尤其是泛民主派的人 你要想想 不要妙上天開 不要以為 在說曾蔭權落台 這件事是妙上天開的一件事 民情 民怨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隨時會出事 尤其是如果你 今年 如果你有看天文台的 網頁 天文台說 今年其實是拉尼納現象 拉尼納現象 其實今年 應該打風打得多 天文台自己也猜 五至七個颱風 是有的 雖然 理事力場日出完善 但是 萬一好像 你來一次 因為香港 因為有理事力場 所以防風意識 越來越低 所以我很擔心 經常會 來一局大局 風災 那類事情 不一定是風災 其他天災人 好像來台灣八百風災 你有沒有處理的意識 或者準備 警察不會對著颱風噴 胡椒噴霧 沒有意思 所以 所以 分分鐘 如果有一些重大事件 政府是隨時 你一動它就想 這些人 是會響應出來做 例如 在上 立法會那晚 訂自飛機的人 我也認識朋友 也有去 他們不是很支持 我也認識朋友 或者很支持 人民力量 那一套 基本上 絕大多數都不是人民力量的人 但是 他們都響應 除非那些支持者 他們真的太慶了 整件事 對政府來說 所以 政府 曾蔭權 下場是怎樣 還有下一屆特首會怎樣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節又再討論這個問題 再回來討論這個問題 回到第二節的國事同學會 還有我阿昌 還有阿彪 和阿彪和大家主持 剛才提到 曾班子 會不會 剩下一年 都 奮鬥不到 到最後一分一秒 一分一秒 會倒台 我覺得有個可能性 如果 所以 泛民豬派 我覺得應該有個心理準備 例如 我們剛才提到的個案 假設香港突然來一次 瘟袋的風災 很嚴重 政府又救災不力的時候 其實那些民怨 是會在那裏 那些人會肯出來 是的 到了這個時機的時候 但是 我們分析一個政治情況 就是肯動員出來的人 多數是社民聯和人民力量 但是 他們肯 肯響應社民聯和人民力量 去做一些反政府的上街 或者其他所謂基進行動的時候 不代表他們可以領導到整個運動 例如 在 上星期 連續 立法會 那三天的例子 也好 很多朋友 都是 第一 就是 訂自飛機的想法 還有 機會 價錢 低 你去一去 訂自飛機 風險 對 當然 最多人 但是 他們不代表 他們很支持人民力量 蕭又元 上台 說 我見了這麼多人 民主派一定洗派 不好意思 至少我的朋友 其實那裏很多人可能會投入民主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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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 特別是現在 所謂的 政治消費主義 一個人 對於一個組織 或者對於 某些想法 沒有一個很忠誠的 一種 做法 只不過 這裏又好一點 那我又去這個活動 突然間 到我投票 要很認真地解釋一件事 可能我又做了另一件事 就是它是一種 比較飄忽的一種 始終在 尤其是主流媒體那裏 你的論述 就是 人民力量的論述 打不出來 論述就是 不再當民主黨和民權是民主派 但是 在主流傳媒之下 仍然都是 用一個民主派內訓 是 是 我想在主流 香港市民的認知上 都當這一堆東西 是一個民主派 就是 未必改變得到 是 市民的觀感 我們 經常在政治版的新聞裏面 我們當然很清楚 但是一般 去到那一刻 才需要去投票的市民 是不會 有這麼主動去吸收 那類型的資訊 還有 用一些很模糊的 所以 你投票行為 你永遠沒有辦法量化研究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根本的投票行為 可以很複雜 是 可以很簡單 你沒有辦法可以能夠 用一個統計學的方式 或者是社會學研究的推論 可以解釋到每次選舉的投票行為 所以 尤其是 我講回剛才的例子 如果香港有些重大的事件 天災人禍也好 激發市民再出來上街 當然社民連 或者人民力量 都可能做到一個組織動員的作用 而 通常 陳文 這個就是陳文的說法 陳文大師 在社群網站上 那一年代的人 可以經常上社群網站 還要打那麼長的 那些 我看不完 我只是去十個 可能我看了兩個 他經常都說 政變也好 或者改變歷史的一些 或者改變政治環境的一些大運動 其實都很少數人走出來 在那一刻 你能夠 肯走出來 那一刻的行動 就能改變得到 我覺得某程度上 其實 基本上所有的運動 一開始都是小人 慢慢 越積越多 人去最後做到一件事 但問題就是 無論社民連 或者人民力量的領導層 他能夠組織 或者發起動員的群眾 但他沒有辦法騎擊整個運動 如果真的 沒有可能 因為他本身的領袖的本質 是 不能夠爭取最大多數 或者最中間派的信任 是 雖然 可能他說的話是對 甚至他的策略是對 但是人們 信不過他 是做這個運動的領袖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 就說 為什麼通常會 非暴力的抗爭 成功率會高過暴力的抗爭 我稍後看看這篇文章 他說 因為一些 比較激進的團體 通常都是大頭撞的 在政治運動裏面 但他們通常都不會 積聚到最多人的組織 為什麼 因為他們 普通的市民 他們心中有一種擔心 就是 這種組織 可能不只是想 做一個民主政制出來 可能他們還有一些更加極端的目標 要達到的 所以 他們對這種事 是有少許戒心的情況出現 所以 那篇文章的說法就是 非暴力的抗爭 成功率 成功率 統計過 從1900年到200多年 這麼多的政治運動裏面 就是 非暴力的抗爭 包括不交稅 罷工 這些抗爭 成功率 可能有五成多 但是暴力的抗爭 可能只有 兩成三成 更加 你放在香港的 context 暴力抗爭 你放在香港來說 不交稅 已經是很暴力的 是 何秀蘭被罵到 哭 那一刻說不交稅 不交警察 如果你問我 你如果肯民主派 肯出來 如果在那個 context 其實我覺得 罷工是有 一來罷工基本法 保障了香港的罷工權利 而罷工的威力 是非常厲害 為什麼 你不嘗試拆動 政治性的罷工 有人建議過 我覺得 也很可能 人家不交稅 但是不交稅 一元 如果大家集體地 願不交稅 一元 你就可以下次再夾 你不交稅 十元 如果你民主派 夠膽出來呼籲 我又覺得 是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剛才說到 在那個情況 就算被 人民力量 霸佔了 政府總部的時候 在那個環境之下 其實 中間派 或者大部分主流 香港人來說 其實都不一定相信 人民力量的領導層 可以 或是代表人物 可以 繼續領導運動 所以 泛民主派 其他人 其實這個時間 你只想一下 你怎麼走出來 因為運動繼續下去 現在 現在 要多走 夠膽去想一些 這樣的 處境的問題 我會覺得 你當我是一個政治語言 大家如果 看回這一集 今年會變天的時候 大家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不變天的話 我們就去想一下 下屆特首的問題 之前有說過 現在 基本上 三個人都走出來 單單打打 然後 今天 又有一篇奇聞 就是蘋果的 社論 的 理儀 其實 在沒有選擇之下 不如 不如 推一下 贊成 曾玉成 出來做 特首 因為 他至少 在 過往來說 比起這三個人 傳說中的鐵三角 誠信更加可靠 第一 他根據他過往的經歷 第二 就算在立法會的處事上 他舉個例子 就是說 劉曉波獲得羅貝爾和平獎的時候 梁振英 就說 為何鄧小平不拿 是吧 然後 你覺得梁振英還是 梁振英 梁振英 他當時是中大說的 在蔡子強網民 就是蔡子強當主持 就說 如果是羅貝爾和平獎 鄧小平不值得拿 然後 梁振英 有說過 原來梁振英 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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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代理立法會主席的位置 但是曾鈴振英 就說 直接交給 那段時間 給了李振英 去做這件事 其實 李懿就說 第一 這是表示到 曾鈴振英 至少是一個開明的作風 在左派內的人 無論是他的誠信 或者是他的風度 都可以信得過 第一 第二 因為曾鈴振英 他是一個老左派 曾鈴振英 比曾鈴振英 好多 因為共產黨 覺得自己有 信得過他 放手給他 比曾鈴振英 好多 曾鈴振英 因為中央對他有信任 你不用 如果我是曾鈴振英 中央不信任我 我應該拼準一點 拼準他信任 所以做事的時候 會做得比較盡 所以這就是 李懿的說法 當然 在臉書上 看到陳文在 很快脫 今天出了一段 他在臉書上 已經寫下了 說不同意的說法 就是 被帶到那個位置 屁股指揮老袋 結果也一樣 是不是 這就是 他那說法 但 讓你選擇 是 現在鐵三角 梁振英 唐英連 范徐麗太 曾鈴振 你選擇得下手 我暫時未選擇得下手 我只能夠覺得 現在這個政治制度下 其實哪一個想到去做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對於整件事已經越來越 其實是很黑色幽默 例如黃光亞開的三個條件 哪三個條件你記得嗎 要愛國愛港 要有高的能力 以及要香港市民的認受 是的 連月增之前也寫了一篇奇聞 其實這三個條件本身 剛才的鐵三角 每個人都符合了一個條件 只是打三個大反而已 還有你繼續說 連月增有說 其實這一個新的觀點 其實在選特首 在中央選特首的過程中 他的準則是怎樣呢 這跟江澤民和胡錦濤有關係 當年江澤民選擇 董建華就想他有一番作為 所以放手給他管 但是胡錦濤 是一個首成的人 無論在他管國家大事也好 或者是廣告政策也好 也是一個著重於維穩 不添煩添亂的施政方針 所以在他的角度來說 只要他不出問題 選一個特首不出問題 不需要有他的大作為 所以要他交代給他的任務 他做到就完成了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選擇一個高民網的人 你利用他去 高民網來做一些好事 當然是好事 即是壞事 例如23條 諸如此類 即是執行任務 執行任務 你用乾了你的民網 最後跌到負數 我無所謂 總之你搞定 我交付給你的任務 香港繼續不為中央添煩添亂 甚至可以保障中央的施政方針 或者權益 就搞定了 這件事其實我也同意 因為中央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維護自己的政權 所有事情都以這個目標為依歸 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你選擇一個民網高的人 去幫你做一些維穩的任務 或者一個民網高的人 即使他的決策是一般的 即是他沒有一個很高尖遠足的情況 只要在他任內 靠他的高民網 去維持社會的穩定 其實都是最符合中央的利益 可能是 但整件事 我覺得在現在的黑色幽默 就是 好像吳智森的說法 就是政府甚至中央 連最後一塊遮醜報 都撕走也不要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說 黃光先生 你說認受性的問題 如果你打官康 我也會幫你打官康 官康就說 香港的特首當然有認受性 因為根據基本法 由一個香港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 經過民主的程序提名 選出來的特首 當然有認受性 他不是的 他現在間接認了 你這個選舉委員會選出來 即是委任的 是沒有認受性的 我記得陶傑曾經在歌名頂講過 他討論黃光硬是特首三條件 他說特首的條件不是基本法 已列明的嗎 就是連滿四十週歲 在香港住滿幾年 那就符合這個特首的條件 這件事我都笑過 四十週歲 其實你週歲 我們所知是 寶寶滿月的 是週歲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 一個年齡其事 如果你香港 香港突然大地震 四十歲以上的人死了 是不是沒有人做得特首 而且你 立法會主席也是 立法會主席規定要40歲以上的人 才做得特首 這個比較接近現實 就是說你可能 相對整個立法會 你整個立法會選出來 六十席七十席 都可以真的沒有一個人 不過四十歲 是 是不是呢 現在你例如 剛剛 英國 英國首相卡普倫 都是剛剛四十歲 做首相 四十三歲 然後 北來格也是四十三歲 剛剛 工黨 剛剛選出來的主席也是四十歲 現在那個世代年輕化 不是 你 你的基本法本身都是寫得很品實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 但是你連這些官方都不說了 這個問題就是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見不到香港的市民有很大的反彈 我覺得 一國兩制這件事在香港自民心中 重要性已經越來越下降 香港市民關心的可能是 中央如何出手 可以幫助香港解決民生的問題 多於維護一國兩制 其實整件事很恐怖 大家習慣了一個不正常的狀態 其他馬岳寫的文章就是 溫水煮蛙 就是一國兩制 大家越來越不去 有這種保護的話 其實一路就會沒有 梁文道座有一篇新的東西 叫做黎章煮蛙 是 我也看過 根本就在一坨泥裡面 報你 所以他有一個例子 我很深刻的 就是那時候在韓龍集港 就是世貿那一期 警察第一次噴胡椒噴霧的時候 大家都問 有沒有搞錯 你噴得對嗎 到今天大家討論的焦點 不是說你應不應該噴 而是說你噴之前 應不應該被警告 要回來 最搞笑的 最近又有一些洩物 警方內部的資料 其中一件事就是這個手冊 就是說怎樣用胡椒噴霧 就是說 其實你用胡椒噴霧之後 你應該協助被噴中的人士去清洗 當然沒有一次我去示威那麼久 我沒有被噴霧 但我看人被噴霧那麼久 沒有一次警察跑出來幫你清洗 所以整件事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所以我都不明白為何泛民 還在想和談 你參選 應不應該參選這個制度 天主教也有吉士走出來 因為前陣子大家知道 有一天頭條變成宗教界的選擇問題 天主教是獎牌 就是他抽籤 有人報名就抽籤 前面後果就是 因為基督教要改變制度 原本就是一人一票選擇 所謂的基督教內的選擇 然後有人提議 好像那個主席 就提議要改變 然後就吵了一輪 然後變回保持原狀就選擇了 天主教走出來就說 我們一向都不承認選舉委員會的制度 所以我們採取被動的角色和態度 如果你想用天主教選擇的名義 我便幫你確認教徒的身份 然後就寄給政府 你這些事叫吉士 我根本就不承認這個制度 說到最後就說 如果你是一開始認為不公義的制度 所以你問我泛民主派 你的運動策略 根本就不是為了去參選的問題 而是像你掌握立法會的否決權一樣 你應該掌握特首下台的下台權 你應該有重點 所以你應該在今時今日的時勢裡面 你既然民情是可恥的 你那個時機是成熟的 你根本是一個大趨勢 你根本應該是順勢 就是要賭爭的運動 是應該要繼續下去的 當你今天 當年你就是賭董的時候 你就不懂得把整個運動的成果 變成民主的成果的時候 你今天再來一次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當中央既然反其途而行 你中央掌握著陰典的權力 你民主派就掌握著 特首拉下台的動員的運動能力 這樣才有抗議能力 你從一個運動策略來說 如果你今次 尤其是我們可以賦予它更多意義 尤其是你下一屆 你如果按照這麼多的評論 或者這麼多一些在北京收封 搞到好像北京十八大都自顧不下 不知道搞不定的時候 都沒有決定誰做特首的人選的時候 你應該是更加能夠 可以去擴大香港的民主運動 甚至香港的民主空間 趁了機會 所以你搞到責任權政府雞毛鴨 甚至要逼它就算不夠一年 是倒台的時候 你才掌握著 究竟將來無論哪一個做得特首都好 他都要向民意交代 然後他要向民意交代的時候 你再講雙普選略 再講其他民生的問題的時候 你的投資力才是大的 是 但我相信我們這些 這群民主派的人 現在主事者的人 真的很難有這樣的氣魄去做 所以你問我 如果下一年立法會選舉 是要做的時候 我覺得針對民主黨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重點問題 因為民主黨不是鐵板一塊 對於我來說 我也有很多同輩的朋友 是加入了民主黨 但他們當初也很反對 在議會裏面 那些大哥大姐的投票意向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你問我 我覺得我不是針對整個民主黨 是針對現在一代 所謂的民主派的議員 或者人士 應該就要全部退場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一個 世代交換的 或者是世代之爭 在下一次選舉來說 就是說如果你給一個 80後的選舉上來 至少你中聯辦也要開過新決定 那些人對了幾十年 全部你喜歡吃什麼 喜歡什麼類型 你BN是什麼都知道 知道了 你B旗有錢B旗沒有錢 哪需要錢 用什麼來對付你 全部都有記錄 至少你換一群對手 令到中聯辦重新再查過一次 再加上在新的政治格局裏面 他們那種手法 究竟是否有效 這件事 大家就好像他們一代人 全部變成了結得利益者 我不是說這件事有問題 你從政 當然你是需要 很難過做到長毛 這也是長毛值得尊敬的地方 就是搞到單身寡佬 他自己都說 你不要以為 這些報紙雜誌 經常說我找到女兒 我回家打飛機而已 你不要以為我這陣子很開心 就說我找到女兒 可能我自己打飛機打得好 他真的這樣說 但我覺得五十多歲的人 單身寡佬在家打飛機 你的犧牲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犧牲 你真的不可以要求 你不可以要求 每個人都好像做到長毛一樣 所以這群人 我覺得除了長毛之外 其他這一代人 都應該是比起 經常說世代交召的問題 還有一些新的思維 也沒有什麼包袱 所以才可以有一個新的氣象 或者有一個新的動向 還有我想說回特首那裡 如果你那個特首 經常都要為中央馬首是尖的話 其實我擔心香港的前途 會一直沒落 因為你要一個特首 他要以香港的利益 為一個衣櫃 他才有動力為香港的前途去打算 否則你每次 你做的事都是受中央的政治 裡面的鬥爭 左右的話 變成你 你不會有一個 長遠的決策 因為你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哄中央或一些既得利益者 而不是去想香港的前途 他連省都不如 省長也會顧著本省的利益 跟其他省抽過 所以那些江河不斷折 以來有水壩 那裡有水壩 我不讓他留下來 如果再推遠一點 那時候廣東 更加都違反 就是違反殖民地部的支持 令到以香港本土利益為主 當然香港我覺得成為國家一部分的時候 香港是否應該對國家一定的局竊 我覺得應該 也應該 但問題是 當然是民主中國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連守也守不住的話 你根本是 曾岸權這幫人都在出賣香港人 說到最底下 大家連內地都會認同的 香港的特殊的價值 是他自己相守奉上 而且做得過火 有很多位置 你為什麼大陸要來買奶粉 為什麼要這麼多跨境學堂 甚至要來生孩子 為什麼要輸展來禁書 甚至人們拿這麼多錢來香港掃樓 這也是因為香港有優越制度 但是香港其實這些制度 本身在這幫人手上 例如立法會 例如全國立法的精神 都已經沒有了 你不要以為香港 行政主導是行之有效 或者香港真的有法治精神 例如我近來看 很多示威者被捕 審判 那些裁判官 那些說話真的不是 是東西來的 這樣都可以判他有罪 那些公辭 這樣都可以接納 例如很多人在臉書都寫 連者掃爛鐵馬那件案 掃爛鐵馬那件案 那個證人 告他因為掃爛了鐵馬 所以刑事毀壞 刑事毀壞 然後 連者有自責 我哪有能力可以掃得到 我幾十歲人 又是女人 你怎麼誤會我 你自己掃爛鐵馬 然後控方的證人 我不知道是否那個警察就說 你腎上線素上升 你自己情緒失衡 所以你有能力掃爛鐵馬 然後官又說 這掃爛的證供 喂大哥 你又不是醫生 是的 你又沒有去示威那時 你又沒有拿過血壓計 或者沒有立刻抓他去驗 你怎麼可以 這樣拿來做誠堂證供 但不是 你有掃爛鐵馬 我想起就是 那些寒龍學過台拳道的 就一腳踢爛了鐵馬 再掃中間那條東西出來 那條柱子出來 當作是棍 嚴念軍也未告 但其實法律制度本身也有問題 因為你說那些裁判官要看 那些判案的入罪率有多高的時候 去考核他再上一層樓成為法官 那些事有一個聯繫 因為有利益的衝突 是的 所以根本是我們想像中 我們香港很有法治 其實未必的 究竟警察是否在執行他們的任務 當然平心而論 他們平時在街上執勤 或者應付突發的 平時的罪案 我們說偷亂拐騙 那些事的時候 我們當然很相信香港警察不效率 但一到示威的時候 整件事就不動了 所以香港何去何從 或者究竟下年的特首 下一屆選舉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呢 這就是我們 拭目以待 看看是否這麼絕望 但我們去到最後 也要感謝各位一直以來 收看國事同學會的觀眾朋友 我們暫時掩期止古 便和諧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希望很快地回來 跟大家提供一個 更高質素的節目 國事同學會 後會有期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比賽說明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大家可以試試試看 社會組織 第一次無論文化 水